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四年前的爆炸 你是不是也有些秘密 我知道你不是凶手 但你知道凶手是谁 我一直以为自己知道 所以才藏着这个秘密 但后来才明白 快记得死 贾哥的意外 其实跟我想保护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简直可笑 你的意思是 整件事的主谋你也不知道是谁 我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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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了 但是我没有讲 我不是 我不会 我哟了 你不是我 是漏洞百出 刚好你回来了 帮我把这些丢出去 这不是我哥的东西吗 你这是干什么 我呢 觉得你说得对 我不查了 也查不了了 交给警察 我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你可以开启新的生活 但 但你们也没有必要扔东西啊 救得不去 新的不来吗 什么新的要来 自然是 忘记救人 迎接新人 你忘记救人呢 也不必这么有仪式感 主要是这个手办 这个 还有这个 它都是绝版的 你这样扔出去 他们也会伤心的 小叔还真是 筋软的 绝世好男呀 但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 什么意思 新人 是小叔呀 哦 我周末要出去一趟 小叔要不要一起 都收了现在公司 不批你的假期 不但男人机会更多啊 你不去 没关系 你不去 我这是被我弟带绿帽子了吗 我才不行 你好 美女 晚上一起喝一杯呗 不好意思 她有约了 你谁啊 你谁啊 问你话呢 你谁啊 我问你话呢 说我什么呀 老婆喝椰子吗 好新鲜的 老公 你不是说不来吗 都没人了 还演哪 老婆 都没人了 怕什么 老公 要找人就好好找 表演艺术间啊 卢南自从离开安史集团后 就下落不明了 极有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你还想怎么查 就算卢南不在了 也不代表线锁断了 什么意思 你记得原公档案上 卢南还有个妹妹吗 可他妹妹未必知情 只要让幕后的人以为 我们知情就可以了 太忙碍了 我不同意 小叔 别忘了 小叔别忘了 我是雇主 你得听我的 还是说 小叔觉得没有信心 能够保护我 帅哥 听个桌 不好意思啊 我约了人 既然约的人还没到 不妨临时交流一下 碰碰运气 万一有意外收获呢 美女 我的人生 从来不奢求意外收获 我的每一步 都需要有周密的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意料之外的 才是惊喜 卢南的妹妹 的确是负责客房清理 但是我们没有保洁员的排班表 你这样 就是在堵运气 我们是来度假的 放松 小姐 您的咖啡 谢谢 换个人 也换个口味 换个口味 最容易 换个人难吧 是啊 换个人数 挺难的吧 是啊 老婆 该做事了吧 哪儿去了 老公 我戒指不见了 必须找 不行 赔偿 重要的是东西的纪念意义 不是价格 把你们的保洁员名单发给我 我亲自来问 怎么样 我戏还可以吧 还不错 这样一来 真正知道会计下落的人 怎么也会有反应 对 嫂子 如果我哥送你的戒指 真的丢了 你会怎么办 人都丢了 还在乎这一枚戒指 也是啊 真的吗 真的 你的上升星座是 你的上升星座是金牛座 金牛座非常 什么呀 凭什么投诉我呀 我不准 我怎么可能会不准 我算得没错呀 也许是他自己记错了自己的生辰 肯定是这样 大成哥说了 有很多人的实际生日 跟身份证上的不一样 我要重新申诉一下 你 臭丫头 你是来给顾城 挑生日礼物的吧 今晚多喝点啊 今天就不用了 你们三个在密谋什么呢 他们俩要给我过生日 你要不要来 你身份证我见过 生日根本就不是今天啊 那身份证上不准 真实生日就是今天 只有我们三个知道 对啊 欣欣 我们一起吧 那好吧 走吧 还挺勉强啊 走吧 快点 不对呀 小哥怎么知道大成哥的生日呢 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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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枯萎的话不再说话 当时间推分那片晚霞 思念是它 回忆是它 循环着挣扎 承诺在回答它的谎话 痴情推来我路人家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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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泪在说话 我梦除了它 看不见玫瑰涂鸦 对半沙哑 挥着弄藏起对话 爱我好吗 你最下关 还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烧玄环 对 我的小意 所以我的错误 我突然打散开 我的天 我的天 你 显风 我 我 这样 这 我 你们 好 感谢观看